那我们先从客户的需求来说 从客户的角度 客户他想要什么样的一个 什么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网络的解决方案呢 那从客户来讲的话 他们只需要看到 他需要我的application 有一个更好的一个performance 我可以做到一个跨云的这样的一个管理 无论是我的易购云 还是我的私有云和公有云 都可以统一地纳管起来 那再往下就是说 希望我们的网络永远都是在线的 不会即使出现当机 也可以做这种自动的一个恢复 最下面就是说 能让我们的业务能快速地上线 如果出现问题 能快速地定位问题 来节约我的整个的一个业务上线的时间 来节约我运维的一个成本 也就是说节约我的钱 那针对于这些客户的一些需要 从技术角度上面 有不同的一些option 那我们这里面就罗列了一些 那我们就需要一些多云的一些管理 那无论是我们的不同的一些云 OpenStack也好 VML也好 或者是容器也好 我们都需要有统一的让它跟它管 那混合云里面的话 就是说我们会对于 针对于不同的场景 比如说私有云和公共云进行统一的编排 统一的一些管理 统一的一些调度 来实现一种业务的 比如说业务的私有云 像公共云的一个备份 或者我的业务从私有云迁移到 我的公共云上面去 OK 那最下面就是说 对于我的网络 我需要可以做到Telemetry 我可以做到实时的监控 可以做到一些智能的一些运维 一旦出现问题之后 我们可以做到一些自恢复 那再往下面的话 要实现一种快速的运维 我们就需要实现一些的自动化 无论是网络的自动配置 策略的自动应用 甚至是出现各种异常的时候 我们可以做到实时的 服务的一些恢复 OK 那这是我们华云多云的 一个网络上面的解决方案 那其实从业务角度看 就是说对于网络来讲的话 它最大的痛苦就是说 我的网络需要大量的手工的 没有SDN的话 它的网络需要大功的手工的配置 那出错的概率其实是很大的事 一些策略的应用之后 大量的策略应用 如何去编排这些策略 OK 大量的策略的一些应用 会导致就是说业务非常的复杂 很容易因为人工的一些错误 而引入网络的一些不稳定性 还有是运维的话 就是说对我们的网络的不可见 无法做快速的troubleshooting 那原生的OpenStack也好 对于网络的话 其实都是对于 无论是从underlay到overlay 没有一个统一的 全局的这样的一个网络的一个试图 可以让用户做到一个自动运维 那结合这么多 那华云的AISDN 就是来去check in 这所有的这样的一些问题 那华云 华云AISDN它可以是 管理很多的一些workload 有容器 有我们的网络的一些NFA的节点 业务的虚拟机 还有一些SIOV的一个 一些直通的一些VM 还有我们的物理的网源 甚至有一些那个裸金属云 都可以统一的纳管起来 那在这些 不同的一些云 Hupperware里面的话 不同的云平台里面的话 其实这里面又可以做 这种一个云的统一管 它不仅仅可以做到 单个的集成管理 也可以做到在一个数中心里面 可以做到统一的这样的管理 这里面的Hua4是我们 华云出的下一代的 这样的一个超龙核的 一个解决方案 它也在里面 那原生的OpenStack Kubernetes和OneMail 都可以进行统一的纳管 提供高级的网络功能 除了室友云内部 我们对于公共云的话 也可以纳管 同时可以去管我们的 那个华云的公共云 还有阿里云 甚至一些亚马逊和公共云 都可以去统一的纳管 那有了我们的 华云的AISD那个解决方案 那这边的CloudArcher 是我们的华云的一个 是一个云管工具 它可以同时来纳管 室友云 共云 还有一个云 那ISD是我们的云管里面的 一个高级功能组件 它像WMail的NSS一样 可以做到动态的可插拔 可以当一个增强的组件一样 那有了华云的AISD之后的话 我们就可以 用户可以得到什么呢 可以得到我们更好的 应用的一个体验 减少网络当机的 这样的一个概率 还有我们可以 就是说更快速的解决问题 可以做到一些制服务 那这是一个偏技术层面的 一个华云的AISD 如何做到那个多云的大管 那华云的AISD 它也是基于一个 开云的AISD控制器 是Tonson Fabric社区 它可以 这张图里面讲的是一个 是一个云混合的这样的一个场景 在一个云里面 它既有Ubansack 或者是VML有容器 那或者是一个超融合的环境 那这里面的话 它是把那个虚拟机和容器 其实混合在一起 那容器是可以跑在虚拟机里面 也可以跑在物理机上面去 它都统一的可以纳管起来 那对于AISD来讲的话 它可以把VML的 那个无论是VML 还是OpenSec的一些虚拟机 它可以都统一的 它的interface的一个接口 统一的可以接管起来 容器的Port的一些interface 也可以接到我们的虚拟Lauter 虚拟Lauter是我们的那个 一个转发带员 它类似于那个OpenVisWitch 它其实做的功能也就是说 我可以把我的 它是一个overload的解决方案 它可以把我所有的这些 虚拟网络的一些 网络的一些traffic 接到我的Witcher Network上面来 来进行统一的网络编排 那所以这里面的话 就是无论你的网络结构 是一个多么复杂的 有不同的一些workload 有虚拟机有容器 那在于SDN来讲的话 它都是一个网络的一个网源 通过网络的interface 接入到我的虚拟网络里面来 来进行统一的 这样的一个网络编排 提供一些网络的一些功能 OK 那它一些核心的一些功能的点的话 它实现了分布式路由 分布式路由就是说 如果我两个点上面的话 跨直网的话 它不需要经过网络集点 在我的一个watcher network内部 就可以直接转了 可以实现一个快速转发 它可以支持服务链 它的服务链就是说 可以在我的任意的网源 或者是网络之间 可以插入一些网络的功能点 这些网络功能点的话 可以利用一些策略 把它们给串起来 这样的话就是说 可以灵活控制了 我网络的流量 不同的网络流量之间 可以实现不同的 提供一些网络的服务 这里面是我们可以 我们用的是那个 overlay的基础 用了VXM的一封装 解封装 我们也可以提供 丰富的深度的网络检测 无论是物理网络 还是虚拟网络 都可以进行这样的一个 网络粘动的一个 这样的一个口式化 本身的我们的控制器 是一个轻量级的 非常轻量级的是 那我们是三空的节点的话 每一个节点上需要的 控制器的话 它其实只要10GB的内存 就可以就可以 就可以把我们的 整个业务跑起来 可以达到上千个节点 可以做到 那这是一个 那个华元AISDN里面的 一个key feature的 一个这样的一个罗列 那我们支持 那我们支持V4 V6的那个双站 也支持我们 SDN高级的一些网络的服务 自带的一个服务 它不需要额外提供 NFA的一些虚拟机啊 这些东西来提供服务 我们自带就很多的 一个服务 地址管理啊 DNS啊 DSP啊 Snet Floating IP和QOS 那也支持Loder Balance 那个Security Policy 我们是一个 多层次的 一个Security Policy 那大家知道 原则的OpenSize 支持那个 那个Security Group 和一个5Wi Service 我们这里面会支持 分布式的防火墙 那下一页 我会有更详细的讲到 那还有我们支持 第三方的一个 NFA的一个 NFA的集成 那我们在SDN 可以提供一个 Basic的Infrastructure 这样的一个 网络的一个platform 那任何第三方的一些 无论是你是一个 虚拟机 也好 或者是一个容器也好 都可以integration 到我们的service线 SP SDN来纳管起来 那再往下 就是我们会支持一些 Lio2 LioSuite的一些 网关的服务 它可以把我们的裸金属 插入到我们的 虚拟网络里面来 可以让我们的虚拟机 和我们的裸金属服务器 进行无缝的 这样的一个对接 还有LioSuite的网关 就是可以 南北向的流量 可以出我的 说我的虚拟网络 有丰富的 Overlay和Underlay的 这样的一个分析能力 对于网络有一个可视化 服务链 服务链不仅仅可以支持 物理的防务权 物理的一些网源 虚拟的网源 都是可以的 被我们 通过我们的服务链 可以串起来 那高口用的话 是无论是我们提供的服务 是高口用 还是我们 自身的 控制机件的一些 一些 一些 一些集群状态 都是提供 高口用 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提供 丰富的北向的API 可以做给云平台 任何的云平台 都可以做 做二次的集成 二次的开发 那这里面 就是刚才提到的 一个就是说 那个是一个 那个分布式防火 就是我们的安全 就是说跟原生的 OpenSK比起来的话 我们是一个多层次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安全防护 那网络 虚拟机和虚拟机 之间的话 我们是用了 那个 用了安全组 那我们网络和网络 之间的话 还可以应用 那个网络的一些 SD的一些policy 还是可以做 第二层的一些 安全防护 那第三层的话 是通过一些 VF 就是说我们的那个 Fileware 把我们的一些 一些第三方的也好 或者我们怀孕 自己的一些防护墙 服务 装在虚拟机里面 通过那个服务链 把它给串起来 那也可以通过 直接用我们自带的 一个分布式防护墙 因为我们已经实现了 分布式路由嘛 分布式路由之后的话 你流量可能 像OpenSightWise的话 就不会经过 我们的网络的节点 那它所以就是 要实现一个 分布式的 这样的一个防护墙 就是说 当两个虚拟机的流量 在一个主机上 不经直接转发的时候 它同样也可以应用到 我们的那个 防护墙的这样的策略 那下面是一个逻辑的图 就是说 我的这些网源 其实可以是 就是说 无规律的 就是说 分布在我们 每一个物理的 服务器上面去 上面是一个 逻辑的一个图 就是说 它有网络之间的 一些安全策略 它有网络之间 网络内部的 和网络之间的策略 它就是说 可以用我们的 分布式防护墙 或者是 service chain 来实现一个第三方的 一个防护墙 这样的一个 integration 这边是一个 服务链的 这样的一个 多种的应用 那第一个的话 就是一个最基本的 就是在两个 网络之间的话 我用一个防护墙 或者一个DPI 这两个 就是一条链上 把它串起来 那在于 在很多的一些 业务里面的话 我的业务 如果是动态增长了 比如说一个双11 有很多大量的业务 突发流量 那我的SDN 可以做到 autoscaling 就是可以把我的 这些 无论是我的 一些业务 业务的一些虚拟机 或者是我的这些 WNF的这些 一些虚拟机的网源 都可以自动去拉起 拉起之后 可以做到一个 balance 还是可以用它穿起来 那还可以 针对于不同的流量 不同的流量 来进行做 做这种服务链 就是说 满足特定规则的流量 经过一条 surface链的路 如果满足另外一条 policy的 可以经过另外一条 两个网络之间 可以定义多条 多条服务链 那最后一个 其实它还可以做到一个 给我们的不同的服务链 加以权重 可以让它自由地去选择 到不同的服务链上面去 如果 它同时可以 可以做到那个 backup的方式 高优先级的断条之后的话 可以自动从 第一 Deweight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链路 备份链路 可以重新拉起来 那这是一个 DCR的一个全景图 那我们这里面有 那个两个的 这样一个数据中心 两个数据中心都是被 一套云管平台 同时给管理起来 那 那个 统一纳管的 这个云平台 可以落在 任意的一个数据中心 也可以在第三个 Primary 这样的一个 Date Center 那通过网络编排 它可以把 两边的SDN给串起来 那SDN是每一个数据中心 我们是建议说跑一套 SDN的这样的一个集群 那整个的SDN 那个一个数据中心里面的话 可能会有 多种 易购的这样的一个云环境 有OpenStack的 WayMail的 还有那个 华云 自己的那个 HLS的这样的一个 超龙核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云环境 这里面的网络的话 因为 规模上大之后的话 我们会把我们网络的 一些功能点 全部放在一些 NFA的一个集群里面去 就是说网络 它也有它的 那个也需要 消耗一定的支援 这些网络的 一些节点 我们通过 NFA集群的方式 把这些网络节点 放到一个集群里面去 通过服务链 把它们有效的 给串起来 OK 那我们这里面 还会去有一个 高性能的一个 网络节点 虽然是有 那个分布式的路由 内网的流量 不需要经过 网络节点 但是去 任何的一些 就是网络 它也要对外提供服务嘛 它也需要去 一个网络节点 对于南本项流量 进行提供服务 那我们这里面的话 会用了VPP 加DPTK的一个加速 和SDN的控制器 有这样的一个 BGP的这样的一个交互 这样的话 就是可以达到 我的内部 虚拟网络的流量 来发布到 我的那个 网络节点上面去来 那对于TCI 如何做到呢 是因为 在我们的EISD上面去 它跑了 跑了一些路由协议 它的路由协议 和我们的边界 边界路由器 进行这样的一个 路由协议的 这样的一个交互 这样就可以把我内网的 所有的 租户的一些 一些路由的信息 发布到我们的 边缘 AGLOT上面去 两个边缘 LOT之间 可以建立一个 BGP的 EBGP的 这样一个C型 这样就可以达到 我两个数据中心的 这样的一个 路由的 这样的一个交互 就可以自然地实现 一个DCI的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OK 那这是我们的 一个生态了 从这个生态的话 就是说 从下面看的话 就是说 我们支持多种的 那个Workload 无论是那个 虚拟机 不同的 HabberWiz 无论是那个 WML的 还是那个 KVM的 还是那个容器的 Kubernetes 或者其他形式的容器 还是我们的 裸金属服务器 还是我们的 公共云上面的 一些业务 都是可以做到 这样的一个纳管 那对于 网络控制层程的话 我们的ISDN 它可以做到 Pure Overlay的Solution 就是说 不依赖于 任何的 那个物理交换机厂商 那也可以 和物理交换机 做一些这样的 一个交互 可以做到一些 配置交换机的 这样的一个能力 它是用户可选的 是 那上面的话 支持的这种 云平台是就比较多了 有各种各样的 就是主流的 这些 一些云的解决方案 我们都是支持的 是 包括上面还有 更多的一些 Solution的一些组合 是 我们是一个开放的 这样的一个解决方案 OK 那我先就讲 就讲这么多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 什么问题 可以需要问的 你好 没有用OVS 我们是用的那个 Wish Lotter 是基于那个 Tunson Fabric 另外一套开源 去做的 OK Tunson Fabric 对 Tunson Fabric 对 Tunson Fabric 下来还有问题吗 OK 咱们这个 AIS 现在目前 这个 这个商用的 这个情况 是一个 什么情况 商用的话 现在是 那个 和我们的 超龙和 是在一起 它是一个 增强的一个 一个组件 它现在是一个 有很多的 POC的一个地方 商用的情况 案例还 还有一点少 现在是 那你们实验室 现在 比如AIS 电线 最大 测过多少个节点 500个节点 500个节点 那多少个 比如就相当于 虚机啊 或者多少个容器呢 虚机一个 一个 一个物理节点的话 我们大部分开 三次台虚机 一层的话 差不多 对 上万了 是 OK 好 谢谢 请问一下 那刚刚那个 两个Data Center 左边有一个 VNWELL的 这个 对 那个VNWELL 那个SDN Solution 是什么 那 我们看这边吧 是 那个 这里面我没有 没有一个PPT去 详细地讲 就是如何跟那个 跟VNWELL去做集成了 那它其实和 OpenStack一样 它也有一个 Plugin到那个 VSintor里面去 那对于它的 那个 Folding 就是那个 Data Pass 这一块的话 它是把我们的 VNWELL Install 因一个 VSintor 它会接管 去 接管所有的 那个 DVS VDC里面的 所有的 traffic 所以它的 功能就是说 什么 相当于是 DVS还在用 只是它所有的 VDC的一些 微妙的一些流量 全部要 要 我们的 VSintor 所在的 虚拟机 对 对 对 你支持 OVSDB 和 OpenDaylight 也 没有 我们不支持 OVSDB 所以我们 不支持 OpenWay Switch 所以我们 不需要 支持 OVSDB 我们 使用 Tonson Fabrik 我们 使用 Witch O'Lauter Forded Bus OK 你好 我问个问题 就是你们 基于Tonson Fabrik 你们做的这些 基于它做的 增强也会 就相当于 做到开源的 还是做必然的方案呢 我们希望 其实一直去 把我们的 一些修改 因为在那个 TonsonFabrik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 因为原来它玩家 比较少嘛 是Juniper在玩 然后它其实 社区的活跃度 其实不是那么高 那现在的TonsonFabrik 也在中国区 这边也在 有很多的活动 去吸引更多的人 去加入 那个TonsonFabrik 那我们其实 在华云 其实在这里面 研究已经很多点了 那从以前的 那种 那个经验来看的话 其实经常 我们会一些改动 一些Bug Fix 其实社区的 这种 返回度会比较慢 它可能 就是 它可能会 控制Quality 就是说 可能不是那么 随便的 就是让别人的大码 可以切个印进去 那其实我们 是一直想去 Contribute 到我们的Community来 所以我们也是希望 这个东西 能有所改善 是 对 现在的话 我们基本上 还是去 是基于它 某一个高的版本 去 然后去 没有去 那么强烈的要求 去 就是在Community 到我们的Community 这块做的 比较少 原来是 这个因为那个 这个月吧 这个月应该 那个Tonson Fabric 在青岛 应该会有一个 有一个 有一个中国社区的 这样的一个 应该有一个 Semit吧 到时候可能会有一些 这方面的一些推动吧 是 OK 这里面其实 那个 这一块的话 是那个 Community 是没有的 Community的话 那个南北县的 网关 那个 那个 GNIP的话 它就一直用了 它的MS 那在我们 华元的解放里面的话 它其实是基于 VPP 然后会上面去跑 一些开源的一些路由协议 那因为那个 Tonson Fabric 那个控制器的话 AI10的话 我们里面是跑了 那个BGP 可以跑BGP的一些 路由协议的时候 那通过那个BGP的 那样的一个交互 它可以把我的 内网的一些路由信息 和我的这个 VPP的Node 上面它因为 跑来路由协议嘛 可以交互 这样它就可以得到了 我内网的所有的 这样的一个 一个路由信息 它有两块 就是一个是说 静态的配置 通过那 Nikonf去配 那动态的路由协议 通过那个 RBGP RBGP EVP的方式 去交互 它是跑在一个 那个差不多 服务器上面的 一个一个 一个Software 这样的一个 一个Node OK 信到了就不对 OK 那个谢谢大家 谢谢